你好,是师父吗? 是啊 好感动啊,师父 师父,给你请安 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,感恩师父 我还在一边看那个群里面跟师兄们回答问题 然后一边在这边打,没想到真的打通啊,师父 讲啊,师父 我现在是看图腾是吧,师父 对啊,赶快讲,赶快讲 我是那个八一年的猴子 你想看什么 看一下灵性 八一年的猴,我是老师的牙肌 有有有,有灵性 是啊,我就是头一直摇啊,师父 摇,不是摇,摇 他一直摇我的头,师父 摇你的头还摇你的胸部 啊 哎呀,是什么样的灵性啊,师父 我 头发蓬松的,脸上全面全是蓬松 点着一个黑,黑的一个鬼 头发全部前面都撒下来,连脸,脸都看不清楚的 啊,啊 你晚上,你晚上,我已经告诉你了,你晚上是不是很想见你的啊 哦,我不想,我不想 我叫他晚上来看看你吧 那师父,你帮我看一下,他需要多少张小帮子啊 哎呀,你有没有这个,你有没有,哎呀 你有没有,过去有没有,在结婚之前有没有一个情人啊 或者,或者有一个人特别喜欢你,但是你没有看上他,你根本理都不理他的,有吗 有点,有点像,像垃圾一样的这种人 就是,还,居然还敢盯你,就是年轻的时候 哦,应该,应该有吧 原来,应该,没结婚之前,应该谈,谈过的 啊,头发蓬松了,头发蓬松了 后来,后来就是说,他的结局不是太好的 嗯,死了,已经,已经死了 哦,这个到,哎呀,我认识的好像都还活着呢 哦,你跟我记住了,你跟我记住了 你跟我记住了,也有可能是单相似的,也有可能 哦 吓死人的,这个人 哦 听得懂吗,有点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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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,又像武林高手啦 又有点像,这种画家啦,头发披下来的这种 哦 是我今生惹到的那个灵性吗,不是前世的 嗯,我不知道,我现在看他,在你身上,头发蓬松了 嗯,反正他,很喜欢你,反正你要记住了 所以一个人,一个女人,他不要去惹事情了,惹事情他就麻烦了 嗯,师父我错了,嗯,原来年轻不懂事 啊,所以你要当心了,现在他盯住你,你赶快,先给他五十四张,看看他走不走 嗯,我跟菩萨都许一百零八张,现在正在念,然后我说,许完了一百零八张以后再念四百二十张,原来还是这样说,但是还是一直咬我的头 哦,那他现在还不走啊,还在咬你头啊 对,我问你一句话 我问你一句话,我说我哪里还做的不对 我问你一句话,你以后不要讲啊,你以后这种话不要讲啊 而且你欠他情啊,欠他一点点情啊 所以他有时候会在梦中,哎,弄你啊,你听得懂吗 对,我还就是,呃,梦中的话,我还就是跟菩萨,然后第二天我就礼佛,念礼佛嘛,我跟菩萨说我不想有这种吸引好像是 对啦,对啦 对,对,然后师父我就跟菩萨说我一定要改掉自己毛病嘛,我就念四十九遍礼佛,我第二天就跟菩萨说我就念礼佛的,我就忏悔的,嗯,对师父 现在知道师父厉害了吧 嗯,师父厉害 我跟你说啊 我好感动啊,今天 好感动,你好好修心啊,念经啊,你们这些 嗯,嗯,我一定会的,师父 我说有时候在想啊,真的,你们要是碰不到师父,你们像这种孩子,你们哪一天能知道这些事情啊 很多人不就这么进神经病医院的,很多人不就这么进医院的,什么都不知道嘛,就进医院了嘛 听得懂了 嗯,是的,是的,听得懂,嗯 好啦,乖一点啦,嗯 好的,好的,就是小房子一直给他念是吧,师父的 对啊,对啊,小房子,小房子先给他五十四张,不行的话,就按照你这个,反正你五十四张一播,啊,他会一段时间会好一好,然后接下去你不停的给他念嘛,他一定走掉了 嗯,好的,好的,我知道了,哎,哎,哎,姐,我原来说,我想,我打不通师父电话,我说我反正一直这样念下去,还有 你不会念到好的,还有,我提醒你一句话,你自己回忆一下就知道了,凡是你跟先生有这种事情一次,你接下来第二天就倒霉 哦,是这样子啊,你听得懂嘛,凡是你只要跟你先生有这种夫妻之事,你第二天过几天就会倒霉,就是他搞的,他还吃醋啊 哦,这样子啊 哦,就这么简单了,所以我告诉你,欠勤债的还勤,欠命的还命,刚刚今天节目前面有个欠命的,呵呵,很吓人呢,好 感谢观看